繼續一如既往,多謝Patreon的兄弟支持,令到我在Youtube可以繼續免費出片 相信你是一個喜歡多角度聽多點意見的聽眾,如果是就對了 鎖一掃畫面的QR Code,就可以去到汉球帝斯那裡 聽到更多不同專家的分析,以及更多的數據分析 巴塞兩年敗,首先就是西甲作客輸給卡迪斯 去到歐聯就主場輸給佐倫達斯0比3,沒有綁手的位置,次名出線 今天會講完這兩場賽事,不過今次我想特別一點 就不是好像以前那樣,先講西甲再講歐聯 我反而是想用倒序法,先講歐聯之後再講西甲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大家聽聽聽就會明白 首先我們講歐聯,輸給佐倫達斯3個球 有人就問我這次算不算是巴塞恥肉的連續劇 不過今次我就想不要那麼嚴格,還有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其實巴塞都已經出了線 坦白說,在歐聯手名出線、次名出線,就算有分別 其實分別都不大,你簽運不好的話,一樣手名出線都沒有用 況且這個巴塞真的要分分精神打回西甲 最關鍵的問題是,巴塞現在的雙兵問題都嚴重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上一次贏了人達斯0比2的那一場 巴塞再有威脅的球員是誰? 其實是丹比利 但是丹比利今天這場賽事是受傷出不到的 再加上就是之前重傷的發敵 巴塞突然之間是不夠邊線六頁球員用 雖然達斯這個美國仔都可以說扮演過進攻點角色 但是又可惜了 可以說打下右後衛的沙智羅拔圖也是傷了 達斯變了一定要打回右後衛的位置 所以真的只剩下一個正式的六頁球員 查卡奧打正選 左邊也是用回不適合打邊線進攻點的派敵去打 所以即使有美斯做主角的效果都不會好 變了我們就真的要體諒今場的教練朗奴高文 他的車確實面對著很大的限制 至於講到美斯 大家可能會立即想起 這一場是美斯大戰斯朗的比賽 或者大家都會想我講一下 比較一下他們兩個今天的表現 首先我講美斯先 今天看到美斯是有個問題的 就是他做中路主角的時候 他跟左邊的隊友合作 就比他跟右邊的隊友合作 但是今天明顯就是 美斯的左邊沒有什麼進攻點的六頁球員 但是右邊有六頁球員 有六頁進攻點 查卡奧左邊是沒有正式的六頁進攻點 左邊是沒有什麼插入意識的派敵 很多時候是要靠左手艾巴上上落落 相反右手邊有兩個人都有插入能力 包括查卡奧和可以插入的達斯 美斯如果能夠幫到右邊插入多一點的話 其實巴塞的進攻力會提升到 但是美斯總是要比較喜歡 或者比較懂得跟左邊的隊友去配合 而忽略右邊的隊友 這樣做就不太合理 我們都會知道美斯和左地艾巴的配合很好 美斯很喜歡和左地艾巴配合 而我們也很喜歡看他們兩個心靈相通的配合 但是如果美斯能夠善用右邊的隊友 這樣才可以發揮巴塞兩邊的實力 所以只有一邊而已 美斯今天做主角是做得不好 相反斯朗比較稱職一些 而且還很努力回防 曾經下半場努力回來搶回美斯的球 斯朗也在上半場搏到一個12碼 自己入兩個12碼 斯朗今天的表現當然會比美斯好 不過我也可以幫美斯說一句話 巴塞今天的陣容非常不完整 不夠兩邊的六頁球員 所以踢不到4231的效果 這樣的話控球在腳 戰術當然是很難以發揮 很難執行出來 但是祖恩達斯不是說玩控球在腳 只需要壓迫、反擊和盡快完結攻勢 這些都是比較簡單的組織 在戰術上斯朗做的事情就變成沒有美斯那麼複雜 美斯要面對密集、要破密集 是需要很多東西配合到他 才整件事做得成的 例如左邊的派迪是很偶然拉邊的 他曾經試過上半場偶然拉邊 才說做到落底線 上半場只是成功過這一次 所以派迪就幫不了美斯 這樣的話都很難破密集 相反,斯朗打的是反擊 可以憑自己的個人能力衝入禁區 變成有時不需要隊友幫他 因此斯朗進行這些比較簡單的戰術 當然是比較容易有好的表現 至於為什麼祖恩達斯可以做比較簡單的戰術 原因就是教練派路真的反省了 如果大家還記得祖恩達斯輸給巴賽的那一場 當然就會知道當時是祖恩達斯的教練派路 經驗極度不足,選錯了戰術 以導致輸球 對著這個控球在腳能力比自己強很多的巴賽 祖恩達斯那一場竟然是要選擇 就是拿控球拳拖慢比賽節奏,控球在腳 這樣就不停出現古古達道的連結 實誤完全打不到想打的控球在腳戰術 當然就是做不到什麼有威脅的組織 但是經歷了這一次的失敗之後 派路終於反省了 他終於選適合一個合適的戰術 去配合這個三中堅結構 就是推快場賽事盡快完結攻勢 不要拖慢比賽節奏,不要拿太多控球率 這樣就適合了 三中堅結構如果不是不停收縮防守區域的話 就只適合速度快的比賽品種 這個理論我講了四年 祖恩達斯今天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雖然古古達一開球都是不斷失誤 但是今天不是玩控球作的戰術 那就OK了,他之後也沒什麼失誤 祖恩達斯即使拿到控球拳 他都會一拆過半場盡快完結攻勢 用長距連結直接轟入禁區裏面 就不會像上次拖離帶水 這樣就可以大大減少自己控球賽的失誤機會 也掩蓋自己不適合控球賽的問題 以及盡快運用到前場球員的個人能力 接著把控球權給巴塞 祖恩達斯收縮 巴塞兩邊就不平衡,破不了密集 就輪到祖恩達斯打反擊 這樣就出現第一個入球 第二個入球是盡快完結攻勢 巴塞室這兩個波力都反映了 個別位置年紀大的巴塞 真的承受不了對方跟你玩壓迫、玩速度 派路選對了方法應付巴塞 當然可以賺回他 結果祖恩達斯再借一點運氣 駁回對方的禁區裏面的手球寧格勒 再加上12碼獲得首名出線的資格 而朗勞高文見到今天形勢被強 半場的時候他都拿走查卡奧 相信留回來打水深火熱的西甲 這樣都可以理解 聽到這裡大家都會覺得 我是在體諒朗勞高文 不過如果再講幾天之前的西甲 輸給卡迪斯那一場 我就絕對要批評了 首先我們都要明白 雖然下一場打卡迪斯的時候 下一場就變成要打魂達斯 但是歐聯已經出了線 反而西甲是水深火熱 你已經是落後馬體會很多分數 是應該要專注打西甲先的 歐聯那場出了線其實不是很重要的 所以作一下卡迪斯的這一場 應該是用最好的辦法去先贏了波 而不好就是留下陸葉球員來應付祖雲達斯 應該對著卡迪斯用回那些陸葉球員 當時丹比利還沒受傷 可以用的嘛 為什麼不用他打正選呢 把巴塞的所有陸葉進攻點都放在後備那裡 正選的陣容竟然是不適合打主角的基沙文做主角 年紀大的美斯打在右邊 以及最大鑊的欠缺速度的古天奴打左邊 我相信很多兄弟未開球之前 看到這樣的正選陣容都應該知道是大鑊中的大鑊 今天是對著卡迪斯 用這個普斯基斯打正選防守中場 我都還可以接受 就是普斯基斯今天的派牌尚算可以 但是進攻點方面就全部擺錯了位置 根本就是自殺式的戰術 放美斯在右邊 放古天奴在左邊 就預料他們兩個會同時內切入一齊在中間爭做主角 中間塞了車 那美斯和古天奴兩個短傳連結多厲害都好 你還是看到有很多斷籃出現 而且巴塞只可以靠兩邊的集位球員上來出擊 在兩邊做事 但是因為他們兩個左右後衛 是一條線打完孤軍作戰 就變得容易被人看死了 人家一定會看到知道你美斯 在右邊再內切完之後 你要找人交 那你就交給最近那個 變成你一定交給達斯 達斯 孤軍作戰 只剩下一個選擇 一定是交給達斯 好了 相反古天奴那邊也一樣 一定是交給左地藝包 那人家就是完全能夠看通你會怎樣做 基本上就是容易看穿 就難以接應了 變成你就難以做到事情了 所以就比較難落底線 也比較難插入禁區 而且兩邊的集位孤軍作戰 附近就沒有什麼隊友幫他們 所以變成要靠派牌型的防守中拳 長距離的連結 去交給他們兩個衝入禁區 長距離連結交給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變成接應的難度又高了 結果就連鎖反應了 令到他們的傳中 或者直接射門的難度又高了 也都難以落底線 落不到底線 做不到底線的傳中 就令到前鋒在中路接應的難度又高了 不停增加難度 總而言之 就是兩邊的進攻點內設 左右後衛孤軍作戰 這樣面對密集 組織就很高難度 如果有進攻點拉邊的話 那邊線有兩個人插入 人家就沒那麼容易看死你 那邊線有兩個人互相配合 連結可以短一點 連結短一點容易做一點 而今天的正選陣容 都可以說擺得好一點 那就是美斯影子前鋒 古天奴主角 巴夫位置左邊 基沙文右邊 這樣怎麼都會好過現在 你美斯右邊 古天奴左邊 但是這個朗勞高民上半場 是要這樣玩的 自我提升難度嗎? 自殺吧 通常這些環境 就要交給美斯丹天保子磚 但是美斯丹天保子磚的能力 一定是逐年递減的 美斯丹天保子磚的能力 就經已被之前的盤古人類 用到七七八八 這個配額用盡 所以上半場基本上是自殺的 不用再多說 最重要就是半場的時候 調動去改善 朗勞高民有沒有改善? 都有的 不過不夠多 用丹比利出來打左邊 去取代古天奴 左邊就立即落到底線了 好過上半場很多 原因就是我所說 你有兩個人一起在邊線插 坐迪艾伯 丹比利 人家就難看一點 難以看到一點 有進攻點 拉過左邊拉空中間 美斯的禁區頂活動範圍又多了 也不用再爭做主角 所以這個巴塞攀成平手的方法 的確就是美斯交直線禁區頂 進去在左邊破了密集 當時單比利也有拉左邊 美斯有禁區頂的位置出到來 一共三個人的配搭 而位置貼近邊線 所以有空位插入 也可以交到短傳連結 整件事容易得多 也真是破到密集 所以坐迪艾伯插入禁區底線 也接應到 雖然都是要靠對方擺烏龍 但真的做到上半場完全做不到的破密集 進入禁區底線 也是簡單的那句 也是講到爛的那句 再次證實了古天奴打左邊 真的不行了 一拿走了古天奴 在左邊的古天奴 左邊立刻入球 是不是 這裏下半場就是進步的地方 但是進步得不夠的地方 就是只剩下左邊有攻勢 右邊是沒有進步 美斯在這個下半場被安排的初始位置 都仍是右邊的 我就不知為什麼 是不叫這個基西文多些拉右邊 給美斯長期在中路做主角 更加不明白為什麼不早些用查卡奧呢 查卡奧去到77分鐘才說出來的 是要等到自己再次落後才肯相亦齊飛 63分鐘落後 77分鐘才用查卡奧 太遲了 查卡奧出來的右邊 都有所改善的 查卡奧做到六頁插入 但是他入局的時間都要10分鐘 他頭10分鐘的全中還沒漂亮 還沒熱身 要去到87分鐘才完全熱身了 87分鐘差不多完場了阿哥 再次看到朗奧高雲的調動是不夠及時 即是不行了 至於說到巴塞為什麼會再落後 就是因為佐迪艾巴扔界外球的時候 大大力向自己禁區裡扔進去 結果很危險 令到寧格勒控制不到 出現連鎖的送大禮反應 雖然巴塞今天塞兩個球 都可以說是和球員有關 球員問題和教練都沒有太大關係 但是朗奧高雲的結構 戰術以及調動 都只能令到巴塞入到一球烏龍球 當然就是不合格 當你的進攻火力不合格的時候 你再遇上你後面的隊友犯錯 或者不夠運氣的話 你會面對風險會輸 所以我經常都說 強隊對弱隊的時候 一定要搞好進攻 這樣才不用怕 就是後面的隊友犯錯 或者運氣危而失波 這樣才可以降低到風險 講到這裡大家應該開始明白 為什麼我要先講歐聯再講西甲 因為如果我先講西甲再講歐聯 就變成我整個節目的總結 到最後就變成體諒朗奴高雲 但是巴塞搞到現在的情況 田地是因為朗奴高雲最近 突然之間盤古人類上身 古天奴多了時候打左邊 所以我一定要先講歐聯 即是先體諒了 但是雖然可以體諒 不過你會看回 就是西甲那場 就會知道朗奴高雲 都真的要被批評 還未行 其實明明貴族的時候 他擺好些位置挺好的 現在雖然說是 很多陸業球員受傷 但是你盡量不要 古天奴打左邊 古天奴打左邊 就已經是巴塞的原罪 巴塞一共有十屆 第一屆一定是古天奴打左邊 一定是不可以犯的 第二屆才是大戰出植物人 有人問我 為什麼古天奴在拜仁打左邊 好像沒有問題 答案就是 古天奴在拜仁打左邊 是後備入替居多 後備入替 當然你體能有好處 就會好些 但是你在巴塞正選打左邊 現形了 所以你怎麼說都好 怎麼都不可以 古天奴在巴塞打正選的左邊 現在其實就是唯有 就是要跟這個派笛 好好講清楚 怎樣打左邊 這一段欠缺陸業球員的時候 如果能夠 是 教到他擔當到左邊 拉多些邊 做陸業插入的話 巴塞成績才好 如果不是的話 就永遠得右邊的查卡奧 而美斯又不是很習慣 跟右邊的隊友配搭 巴塞這一段的成績 一定會越來越頑皮 暫時勝出前四 都是有可能的 至於 可不可以說回上來 那就要看回 就是丹比利 發敵他們復出的時間表 留意畫面的QR Code 可以帶大家去看球帝斯 看看不同專家的意見分析 以及大大小小賽事的數據分析 若果你都想對於何鷹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 7元美金的話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 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蔡侯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